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这个片大概一年前开始 然后那个时候香港还没有发生一场 就是这几个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社会运动 然后那个时候香港是一个比较忧郁的状态 对我来说其实挺深刻的 因为雨展运动之后 整个香港其实无力感很重 然后大家都在想 甚至是经过这个很大的社会运动之后 我们怎么处理哪个时候的一些记忆呢 然后我就开展了一个计划 就是去寻找一些从前年轻的时候 也经历过一些很大的社会运动 社会事件的一些人物 然后开始访问他们 了解他们的过去 怎么影响今天的他们 我特意天地良心 各国当然是我的 我建设他 整中是什么呢 整中是一个爱国者 对 对 对 你的儿子借完之后 就走了老母子还 你就去做担保 儿子还不了钱 现在还到差不多要五、六十万 对吧 我现在都走了 我们尽力帮你 是 我们尽力帮你 就是作为一个逃兵 那个赎罪的方法就是 取决钱还是去当手 我们一些示威者 或者是参与这个运动的 年轻人都说到现场 是感觉是发梦一样 就是他们会用发梦来代表 他们到现场去 最近的尽力就是 香港的街头上面 有就是警方发很多的催泪打 发掘烟那些催泪燕 对人的影响 不是只是一刻的 而是会残留在人的身体里 这个残留就是刚好 有点像我们 我刚才所说的就是 经历过一个很大的 社会运动 社会事件之后 残留在人的 人的身体里面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